魏央盯上了眼前这个老疯子 严重怀疑此人身份造假 是公孙老儿找来的替罪羊 老头不仅脸上血肉模糊 疼头垢面 就连嗓子也被毒哑 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字 恰好魏央的护卫金南 也是后天哑巴 让他出面审问犯人 再方便不过 瞧着男人一顿夸张的比划 县令竟然三秒钟 智商飞速上线 立刻解读出了老疯子的身份 看来眼前的老头 真如未央所猜 是个替罪羔羊 真正的公孙老儿早跑出了监管所 藏了起来 这一藏就是十年 果不其然 疯老头一看到画像 就变得一场恐惧愤恨 想要把画上的男人撕碎 眼下大家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招金蝉脱鞘算是被他公孙假 完明白了 既然眼前的罪犯是无辜六 那真正的罪犯 公孙老儿又在哪里 魏羊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公孙老儿竟然会 大摇大摆登门 找上自个儿老婆孩子 秉着客从远到来 当以礼代之的原则 女人尽管心生警惕 却还是请男人入座 拿来好酒招待 魏羊媳妇表示无所谓 让客人不必拘束 只管痛饮就好 公孙老儿听女人这样说 干脆直接取下面具 也大口大口迎起酒来 家里的小主人打猎回来 嘚瑟地举着手里猎到的山鸡 要给老母亲晚上加餐 男孩得到母亲的夸奖 顿时心底美滋滋的 像喝了蜜一样甜 公孙老儿死死盯住男孩 不放过她的每一处动作表情 这副面容 果真和魏羊有八分相 说起来 真期待和魏羊再次会面的时刻呢 似是感受到男人毒蛇般的注视 小主人不适地抬头询问母亲 此人是谁 在得到母亲的答复后 男孩也有礼貌的 向客人行礼问好 酒过三旬 公孙老儿也准备起身离开 哎 先生 您这脸庞十分有趣 是被猛兽所害呢 还是生来如此 可她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说 身体发肤瘦之父母 要不是魏羊对她是情形 她又怎么能抛弃父母恩赐的面容 换上这样一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脸 是比虎狼 更凶猛的野兽所伤 男孩仍是好奇 接着询问男人是否报仇 公孙老儿一愣 也肯定确切地给了男孩答复 但我的暴处之心 却没有死 父子俩还真是一个样 一个滥尸酷刑 毁人一生 另一个仗着年幼无知 接人伤疤 好 好得很 魏羊不是在乎妻子吗 那她就埋伏在庄子附近 让魏羊有来无回